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大湾仔的夜 vs 请吃饭的姐姐 大湾区哥哥 陈小春 张志玲等人 吃个饭都不能够避开姐姐们的三大坑 近日 大湾区五子 陈小春 张志玲 谢天华 林小峰和梁汉文再度现身 广州东山口绝缘举行大湾仔的夜 首期录制的消息获报全网 五位哥哥亲自上阵敲锣打鼓和武师庆祝大湾仔的夜 大排档正式营业 从现场照片分析 哥哥们都不但亲自上阵表演才艺 还亲自到菜市场买菜等 哥哥们所到之处无不吸引大群粉丝关注 大湾仔的夜简单来说是一档美食类真人秀 陈小春 林玉的大湾区五人组 将打造一个旨在夜间营业的港风大排档 用美食 音乐和新老朋友之间的故事 给观众呈现一个最高境界的大排档 其实 主打美食聊天的综艺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热播期间 浙江卫视刚好邀请了两位哥哥的太太 张晶的太太 蔡少芬和黄冠中的太太 朱音以及两位女神闺蜜 港姐冠军陈法荣和影视明星红星 俗称港浦F4的四位女神 录制了一档综艺 姐姐请吃饭 这档节目的卖点就是四大女神的回忆杀 其实这档节目在开播之初 由于四位女神齐聚的稀缺性 收视率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随着节目的播放 姐姐们在节目中的定位模糊 飞行嘉宾的奇葩和聊天内容的寡淡 评分直接降到一星两星 究其原因有三点 同类型综艺大碗仔的夜可以参考壁雷 一 请吃饭的姐姐三大坑 一 姐姐们的定位模糊 刚看到这档节目的名字 以为是中餐厅类型的综艺 看姐姐们大显身手 和客人的互动也是蛮有趣的 结果呢 节目手期揭秘 四位女神凑在一起 直接去了一家已经准备好的烧烤烹饪店 店铺是准备好的 大厨也是准备好的 七位大姐姐过去之后 直接当店长了 而且呢 她们并不参与做菜 也没有帮忙上菜 或是没有给客人做后续的服务工作 而是直接的去了姐姐们自己的包厢 四位姐姐们一起坐下来 吃饭 聊天 看八卦 完全是一档挂着吃饭的羊头 吃吃喝喝的聊天节目 二 姐姐们的飞行嘉宾 原想着女神们嘛 食指不沾羊春水 不做饭菜没有问题 凭着她们多年在港圈的打拼 积累的庞大人脉 每期邀请几位女神 如李姿 胡信尔 关永和等 和她们拍过戏的女明星 一起聊聊往事也不错 结果又失望了 节目组邀请的飞行嘉宾 居然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素人 如几位短视频博主 开始聊自己的创作内容等 又或者邀请一些新兴职业人士 如收纳师等 简直就是毫无观看的欲望 被吵为请吃饭的网红抖音 三 姐姐们的才艺表演 这四位姐姐美则美矣 但才艺真的是发善可成 朱英在节目秀了老公 皇冠中给她写的歌 只能说呵呵 几位姐姐只能够在节目中 搭上披荆斩棘的哥哥的热度 时不时联系一下张静 和皇冠中秀秀恩爱 要不就互相调侃 像朱英的矮和红心的胖 就被调侃过几次 收视率节节败退 豆盘评分只有4.6分 最终彻底淹没在 披荆斩棘的哥哥的热度的洪流中 二 大湾仔的夜 目前来看完美避过姐姐们的三个大坑 一 哥哥们亲自买菜做饭 从路透照看 大湾区五位哥哥 每次录制都会现身广州菜市场 购买各类的肉类 亲力亲为 很明显是亲自做菜 做菜往招待客人 在联系到谢天华之前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里 首届出身大赛 凭借一道越式家常菜 由于马蹄蒸肉饼获得冠军 可以猜测 主厨很有可能是谢天华 再有现场 现位十位的四张桌子 可见营业量还在哥哥们的范畴内 哥哥们亲自做菜 还招呼客人 就有点中餐厅的模式 以透露照 广西粉丝对五位哥哥的热捧来说 十位真的是挤破头呀 二重量级飞行嘉宾 近日大湾仔的夜 首期飞行嘉宾曝光 有两位和大湾区哥哥 关系密切的哥哥 将助力首期录制 分别是大湾区卧底 欧阳静和大湾区阵营的 小弟布瑞吉 另外还有两位女嘉宾 分别是影后惠英红 和石流姐院琼丹 说唱小天才欧阳静和布瑞吉 在哥哥后人气直升 欧阳静登顶成团 成为首届十七位滚烫家族成员之一 布瑞吉虽然在四宫被淘汰 但她的高情商深受哥哥们的喜爱 张志玲和袁永怡 认了布瑞吉为干儿子 惠英红更是影视圈想当当的人物 演技超凡脱俗 拿遍港台演艺大将 1982年 凭借着功夫片 长辈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奖 2009年主演惊悚片 新魔凭借该片获得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奖 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女配角奖 第10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最佳女主角奖 第16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 最佳女演员奖 第1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奖等奖项 2014年凭借着电影僵尸 获得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奖 2017年 凭借幸运事我 获得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奖 同年凭借着雪冠英 获得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女主角奖 2019年4月 凭借着电影翠丝 获得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奖 2019年11月 凭借着电视剧铁碳 获得万千新徽颁奖典礼 2019最佳女主角奖 而怨穷丹 则是香港娱乐圈有名的女协星 最经典的就是在周星驰的电影 《唐伯虎点秋香》里面 饰演的石榴姐了 从首期飞行嘉宾推测 大湾仔的夜的嘉宾 很可能才吃两位 披荆斩棘的哥哥 加两位姐姐模式 首期嘉宾就如此劲爆 估计后面陆续有来 期待正意见和离姿的取决而来 三 才艺方面 路透上 哥哥们会在餐厅 夹棒 现场现场 令人期待 大湾区 《舞子中》 陈小春 张志玲和梁汉文 是有大热唱片 和获奖名歌曲的 陈小春有独家记忆 算你很等 张志玲有现代爱情故事 片片枫叶琴等 梁汉文有缠绵游戏 七游等 林小峰的唱功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舞台上 一首你要如何 我们就如何 已经充分体现了 谢天华就凭借着 他的外号已经响变大湾区 他们的才艺表演相当有看头 从芒果TV 在录制大湾仔的夜的相关安排来说 已经完美避开 请吃饭的姐姐的三个大坑 联想到芒果台 在录制披荆斩棘的哥哥 首期给姐姐们提出的内涵 追光的哥哥的去有规则 就可以看出芒果台还是很认真地分析同类型综艺的优势 尽量做到不踩坑 或是推陈出新 据说大湾仔的夜将定档月底播出 期待大湾区哥哥们的最新表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